好 我们序列化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的PIP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有一些基础 还有我们怎么通过简单的代码来做一个反序列化漏洞的一个实验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个 实战吧 也就是我们用 用一个轻量级的 就是在 看这里有一个叫type type echo的一个轻量级的博客平台 对吧 这个博客系统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这个博客系统在某一些版本里面呢 存在一些 反序列化漏洞 那我们 但是想一想 这个反序列化漏洞 你去分析的话 你没有拿到圆码 你能够检测出来吗 很难告诉你啊 没有拿到圆码 你基本上很难检测 比如说你像现在 我刚才写那么简单的代码 对吧 那如果你是没有看到这个圆码 你能能够猜出它存在在每个地方存在反序列漏洞吗 你想一想 你怎么猜 你怎么检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在白盒测试阶段 主要是在白盒测试阶段我们 会这种上的测试 对吧 人员呢 可能会检测出有种漏洞 而且很烧脑子 对吧 所以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圆码给它下载下来 我们 这是官网 你自己去一下 typeco.org 然后去它的github官网 github的圆码 圆码站点 这里有一个release发行版本 点一下 我们找一下 那不能找太高的 不能超过这个15.5.12 我们往下找 我们就找这个1.0的版本 也就是14.10.10 点这个release 这里可以下载tap.gz 对吧 圆码的tap.gz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圆码sauce code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然后我等会儿 等会儿 我把这个圆码丢到网盘上面去吧 我把它丢到网盘去 你们自己去下 或者说你们也可以自己去下载 然后呢 这个圆码呢 我们直接用vscode呢去分析一下 分析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环境给搭 好不好 这个环境 用什么来做呢 是不是可以用我的papstudy 如果用我的papstudy 我是不是还得什么 得去创建一个数据库啊 因为我 我的这个什么 博客的数据是要保存到数据库里面的 他一般因为满色口 那这里 我们就偷一些蓝吧 偷一些蓝 我们用容器来做啊 就我们随便找一个有什么 lmp环境的容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站点丢到他的 web的登录下面 对吧 然后再去访问 这里的话 我选 选一个 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本来这节课我们是要讲pip ok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可以作为 客后的一个作业吧 这是一个 叫什么 叫网 就是公司的展示网站 可以用来展示你公司的产品的这种网站 你可以用一下这个 那我就用这个pip ok的里面的lmp环境来搭这个什么 type echo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type echo呢上传到这里面去吧 上传上去啊 至于怎么上传我这里也不叫了啊 应该会 上传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 先来跑一下 我跑一个新的吧 因为我之前有跑过一个 做调试的时候测过 我跑一个新的 然后这个ppok的id是ed16 那我再跑一个 那我再跑一个 -p-d -d ed16 0 dockerps 呃 镜像 呃 端口呢是49156 应该和下面的没有冲突啊 49156 49156 没有问题啊 然后 先来访问一下看一下效果 嗯 10.0点 因为这是跑在我另外一个虚拟机里面的 我们访问那个虚拟机的地址的49是吗 165吗 不是啊 不是4916 哦 4916 4916 可以吧 这是一个展示平台啊 就是他的首页 那现在我们不需要不需要去做这个的什么 渗透啊 这个页面的渗透 那你们的客户可以做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么把我们的这个type code把它丢到 就是我们上传上去的type code 我们把它是不是要移动到这个容器里面去 用什么 Docker cp mini 要加选项吗 要加选项吗 注意啊 你考目录的话 一定要加选项 加什么选项呢 规档选项 对吧 copy-a 不然的话 考不过去啊 嗯 镜像 id号是 c9 c9 b8 下面的 哇 3whtml 直接丢到html目录吧 然后我要访问 这个页面怎么访问呢 访问这个什么type code 因为它是放到我站点跟目录下面的那个嘛 type code那个目录下面对吧 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加那个路径啊 type echo嘛 这有一个安装向导 可以看到啊 它有一个install.pap 安装向导 然后下一步 这里是不是要 做 要做配置啊 做配置之前呢 其实这里如果直接写的话呢 会有一个报错 就是你的 你这些配置 它是要写到配置文件的 因为你 它下一次连要用这个账号密码去连 所以你需要吗 让它有权限在里 在那个目录里面去写 我们先进去啊 docker hrec-it c9b c9b bin- 进入这个容器里面 进入这个容器里面 默认它是在tmp的redis 我们回到加目录 然后不是回到加目 我们去到它的吗 站点的根目录吧 在这里面 这是它papok的一些配置文件 我们不管它 我们自己什么 考过来的是不是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目录 它的拥有者所属组织都是root 所以其他的 你看其他的外面的是不是叫3w-data 它对说明我们的apache呢 现在是以什么 这个用户的身份来运行的 所以这个用户呢 并没有权限在这里面创建文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下吗 全局owner 3w-data.3w-data 到什么 加一个-r是D规吗 还记得吗 就是对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可以用 直接用点当前目录 对当前目录 所有的文件改 或者直接什么 对当前目录下面type echo 那type echo本身是不是也改了 那type echo里面的什么 文件是不是都改了 这样就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权限问题就没有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数据库 我不知道密码 而且我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还没有创建 对吧 因为他要做数据库的初始化吗 他这个他要往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什么初始化 然后type echo里面的数据吗 所以怎么做 连到数据库 mysockle-uroot-p 密码不知道对吧 猜对吧 其实啊 如果很 就像我们之前访问过的很多的什么 靶场一样 他的都有数据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可以有一个方法去绕过他 就是你在启动这个数据库服务的时候呢 加一个选项 叫--skip grand table 绕过 然后你再重新登录的话 就不需要密码了 然后你再把那个密码做一下 更新 重新改掉就可以了 这个你们自己去找 有资料 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 这里其实我已经猜出他的密码了 假设我们猜出了他的密码 是123456 对吧 我们猜出密码 然后呢 直接去什么 这个真的是我猜出来的 我试了几次 create 创建一个什么数据库呢 创建一个什么数据库呢 既然他这里默认的是type echo 那我这里不改的话呢 这里是不是要创建一个type echo的数据库 type echo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数据库密码123456 其他的不需要改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管理员的密码 我们也可以填一下 不填的话他会随机生成一个 然后点确定 开始安装 安装成功 然后你这边可以什么 可以去切换到这个type echo里面 去看一下这些数据有没有生成 收什么 tables是不是有 这里面 这是刚才在初始化的时候生成的 然后可以查看 我们直接去访问这个type echo的根目录啊 少了个O 可以看到这个活客吧 当然这里很多人吗 这个现在没有样式 没有css的样式 这个样式加载其实有问题 这个样式加载应该是我们用了 用了这个ip地址导致的 如果你用的是一个域名 如果你能正常解析这个域名的话 这个 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不影响我们 不需要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博客 我们只是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漏洞 好 我们现在呢 人家用vscode呢 去打开来审 来什么来做一下代码审计 审计一下他的代码有没有 对吧 什么位置 就是会出现这个 就蓄力化漏洞对吧 这是download的目录下面的 我打开这个download目录下面的 太白稿 我接下来之后的这个原码文件 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个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就是这个根目录下面是不是有index.pp 有install.pp 主要是这两个对吧 然后index.pp的话呢 看一下 看这里 嗯 首先他会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些文件 对吧 有没有这个config.inc.pp文件 没有的话呢 再去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会执行什么 install.pp吧 否则我们就什么 这里head print missing config file 这是做一些初始化 那这个文件是我们在做 在install.pp之后才会执行的 才会生成的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都设置了数据库的呢 这些参数吗 这些参数就为什么 写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 所以刚开始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这个文件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呢 他会执行install.pp去引导我们做一个 数据库的初始化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install.pp 好 这些东西我们这是对目录的定义啊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嗯 主要来看一下哪些东西呢 上面是一些程序的初始化 我们往下面看session. 这是分配session session id 判断是否已经安装 还有啊这里 这里啊你执行就是在你执行 install.pp这个文件脚本的时候 看这个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没有这个finish参数吧 没有通过get的方式传这个finish参数 并且这个文件已经存在 并且这个session里面的这个type echo的指示空 是什么 退出 也就是说 我们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有finish这个参数 说明finish参数是必写的必填的 这个是一个点我们先记住 好 继续往下面看 这下面呢是不是挡掉了可能的跨站请求 因为他会判断什么 什么refer 对吧 这是用来做跨站的一个防防防御的啊 这些 继续往下面看 这里我们暂时看不出什么名堂 对吧 来往下面看 这里是跟语言相关的 语言相关我们挑过 好 其实你可以直接搜啊 unrealize unserial 对吧 我们发现了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unserialized unserialized can说 这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可能会存在这种反虚流化漏洞 然后 对东西 defense hood 对这里面的吗 对这个参数呢 再做了一个bass64的编码 然后呢看这里 这是不是一个类啊 我们对上的类的话 get函数吗 对不对 这个类的get函数 这个叫type 然后get函数 然后呢 get函数的参数呢是一个-type-eco-config 那那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大概猜出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它是对我们的cookie里面的 只做一个什么反序列化吧 反序列化之前我们先要什么 做 Base64的编码吧 这里现在是解码 对吧 那那你用之前是不是要什么 你传之前是不是要编码 在对方这边在解码 所以这里很明显存在一个反序列化漏洞 那呃 如果是反序列化漏洞的话 想一想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找 比如说我现在什么 他会调用这个get吗 那我这个get 这个类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 呃 与他相关的一些什么 魔术方法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呢 去直接去定位到什么 go to definition 我们去到他的什么 这个函数定义的位置 这个函数定义的位置 在这个type-code 目录下面的cookie.php文件里面定义的 是在这里 呃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内容 传了一个 传了一个key进去 呃 参数是一个key 然后这个key呢 首先我们判断一下了 是不是有这个值 是不是有这个key 所对应的值 就cookie里面有是不是有有这个key对应的值 如果有 我们就复制给什么 value 否则呢 呃 就首先这里是判断嘛 判断的话 有的话我就把这个什么 key对应的值复制给value 否则的话呢 再去判断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 post 就是 是不是通过post传过来的 如果是通过 所以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key的 我这个key是不是可以通过的吗 cookie传过来也可以通过什么 post传过来 对吧 所以通过post传过来是不是也可以是吗 把这个post传过来的值复制给这个value 好 这是get这个函数 然后继续回到前面的什么 回到前面内容啊 但是这里面呢 并没有什么 你如果去找一下的话 有没有什么 construct啊 disconstruct啊 或者toolstrain呢 这些什么 这些还 这些魔术方法呢 你发现并没有 这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的话呢 我们只 就是说这边就什么 就不行了 就继续往下看 看在这里啊 这下面是不是有一个try啊 会try就是 这是什么 这里就是pip的一个 异常补货嘛 就是先执行 对吧 执行 然后有什么问题 再什么 再输出什么 对吧 有什么错误 再输出什么 然后执行什么呢 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 初始化了一个 类啊 就是这里做了一个实力化 然后这个类呢 是 typicaldb这个类 然后它是从config里面去读取这个adapter 这个数字里面读有adapter 那我现在啊 再去跳到这个类里面去看一看 往这个类里面去跳一下 这是这个类的定义啊 然后我们往里面去找 这里面有什么 有这些魔术方法吗 这些都是私有变量吧 好 呃 往下面 往上面去看 往下面 往上面去看 这是adapter config pull connect adapter instance 然后我们往下面去放 这是一个什么 构造函数吧 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看这个 看这个 看到了吗 这句代码什么意思啊 点是拼接啊 因为我们pip是一种嘛 它是一种 弱类型的语言嘛 所以你点 如果你想想 这是一个字符串 我点 我如果点后面 如果是一个类的名字的话 比如说这个adaptername是一个类的名字的话 那它是不是也能够拼接成功 而且你还会什么 你还会触发这个类的to string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还会触发这个类的tostring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可以什么 可以让这个adaptername呢 是不是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一个类啊 等于一个我自 有什么 有tostring这个方法的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 哪个 类里面呢 会有tostring方法呢 是不是要用到全盘全局的搜索啊 这里可以这样子做 勾什么 在工作空间里面 我们去找东西 找什么 找关键字 杠杠杠 图什么 string 好 我们发现有config.pb query.pb 还有一个feed.pb 啊 那你一个个去看 那我们最终呢 会看到fig.pp里面 是不是有个tostring呢 在fig.pb里面 tostring里面呢 先往前面去看一下 最上面呢 是定义了一些 出呃 变量 这是 这个类嘛 那变量里面呢 有什么 有 有一个item啊 这些变量全部是什么 private seal变量 有一个item items啊 这个items呢 是一个数组 啊 他出足是空的啊 一个空的数组 然后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tostring啊 观察一下 前面都前面都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for each for each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用来便利什么 数字的吧 然后 thisitems 这是一个私有变量吗 然后add什么item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后面的这个item呢去取这个变量的值 好 然后继续往下面去翻 看这里啊 嗯 这里是title data 嗯 content 这个是 这是图死去 这是 这里有一个 for each 下面下面还有一个对吧 下面还这里还有一个 上面那个其实没什么问题啊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嗯 下面这个这里呢 看一下啊 嗯 这里去catalog 对吧 这些应该都有都没有问题 嗯 在这这一行啊 看一下这一行 这一行 让你发现它是什么 他这里做了一个html实实实实实实体吗实体编码对吧 然后对这个作者对吧 做实体编码之后呢 再去什么 访问他的什么screen name screen name 这个成员属性对吧 哎那这个screen name这个成员属性有没有呢 你可以去go to defination吗 去找一下 结果发现no defination found 没有这个什么 screen name 没有这个screen name的话想一想会出现什么问题 啊 我们有什么利用的方 有什么利用 可以怎么利用它 他记得吗 如果对不可访问的什么属性去读取它的数据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是不是就是对不可访问的数据 我这个属性根本没有 对吧 是访不了啊 是不是不存在啊 没有定义对呗 对不可访问的什么数据去读取属性 读取数据读取属性的话读取值的话 是会触发一个什么 是会触发一个什么 触发一个get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什么 还有刚刚get的 魔魔魔魔法函数的什么 累啊 来继续找对吧 刚刚吗get 有很多啊 有很多啊 有很多 这里啊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 type call request 这个类量叫type call request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 type call request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杠杠吗 叫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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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had 在这里啊 然后它是指向吗 指向get吧 那我们再去找get了 get在这里 看一下get里面 switch true 判断你这个私有属性的值 是不是设置为 这个有没有设置对不对 有没有设置这个宿主吗 这是一个宿主 这个键有没有 有没有设置 有设置 我把参数复值 然后我们最后一行呢 return了一个 -apply filter value 对我们的value呢 就把我们的value 传过去了吗 传到apply filter里面去了 这些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做实力化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定义这些是吗 是有变量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可以自定义的呀 好 然后所以我们继续是吗 去追踪这个apply filter 然后在apply filter里面 看一下apply filter里面 我可以有一个for each吗 对这个宿主里面对吧 去做便利 然后复制复制给什么filter 把它的值复制给filter 然后判断 我们传进来的 是不是一个 速度 然后array array map 它会执行两个关键的函数吧 一个是call user function 还有一个判断它是否是数组 如果是数组的话呢 会执行这个array map 如果不是数组的话呢 会执行这个call user function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什么 利用 这两个值的这个filter和什么value 这两个值 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是可以间接控制的 间接控制这两个值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array map和call user function call user function 它的功能是什么 前面是一个前面是一个什么 函数吧 前面是一个函数 后面是一个值 这个这个不用定啊 这个是他内置的 这个也是内置的 这里也接了一个回调函数吗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自己写一个回调函数 就是攻击者自己在那边写一个函数吗 然后把它传进去 那这个函数里面可能就是什么 什么eval啊或者esecr对吧 然后把它然后把这个value也传进去 这样就是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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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整个过程呢 整个过程看一下 嗯 虽然有点绕啊 嗯 但是你看一下 嗯 是说我们首先从adapter 来推算出的吗 呃 他我们是要找那个什么to stream 哪个里面有to stream啊 然后我们找到那个feed对吧 费的这个文件了吗 然后里面有一个to stream函数 然后他里面的呢 这个私有变量 他访问里面的私有变量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 访问他一个不存在的什么 不可访问的属性吗 不可访问属性 他为什么 会触发type request的什么--get函数 然后我们 这个-get呢 是不是又去调用get 然后get呢 是不是又最后是return一个apply filter函数 然后再执行什么array map 或者什么call user function 然后这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把它设置为 呃什么p info啊 对吧 然后这个value的话呢 是通过 啊 gong par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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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然后filter呢 是通过下滑线filter 来传的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终的 EXP 漏洞利用代码 写成这样子 看到没有 然后我我现在什么 这个零 然后这里是我们要执行的代码吗 对吧 这是我们传进去的什么 回调函数吧 应该是一个回调函数 adaptor是不是指向一个什么 不是指向一个字符串对不对 而是指向一个什么 实力对不对 对象嘛 所以他也可以跟什么 跟我们字符串拼接 用点嘛 拼接 那他在拼接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什么 就会触发那个toStrainer 对不对 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 16 就序列化之后的字符串呢 做一个base64的编码 最终得到我们的payload 这个payload最终生成之后啊 这个你可以跑一下 它的值是这样的 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就是在 好了什么 这里这里 你们有装那个hackbar吗 你没有装hackbar 你就用burp来测啊 有装hackbar的话 你就hackbar这个插件的话 你就用hackbar来测就行 就不用打开 那开里了 install点什么 chp问号finish 是不是一定要加 finish 这里我随便加个等于1吧 这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步骤 就是安装的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就finish的值等于不同的话 嗯 审查元素 我们把这个url复制一下 然后打开hackbar 然后把url填进去啊 这里loadurl 我这里有问题 正常loadurl 会把这个url填到这下面吧 但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cookie 也可以通过什么post data对吧 但是这个 嗯 博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前提是什么 他会做一个 防什么 防跨域对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域是不是要和 你这个域是不是一样的呀 这个 把这个refer这个值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通过post啊 就是把刚才那一段数据 通过post的方法给他传过去 把这个数据复制一下 把它丢到这里面 然后执行 OK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的kpinfo函数吗 执行成功了 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被发现啊 这个能够省计出来也 也不错了对吧 就如果 你能够省计出来 那我们现在其实上什么是 用别人的什么观点去 别人已经省计出来的这个结果嘛 对吧 就如果你是 面对的这个圆码去省计的话 对啊这个时间 就不会像我们半个钟就搞完了吗 那你可能要几天 几天的时候 呵呵 我也要不要再说不错了 就会不会再来吧 对吧 我可以看到了 我先给你一遍 我先给你一遍 对吧 对吧 对吧